登场 应该是会用杀翼龙 我觉得是的 来咱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上杀翼龙啊 应该是上杀翼龙 因为杀翼龙后面 但我记得小孩 到年间是选杀翼龙后面打比赛的 到期是加米 好果然是杀翼龙的一个内战 那么所以说到底谁的杀翼龙更猛 那咱肯定得比划比划 大家不难分辨啊 这个用长头发的 就是小孩的杀翼龙 这个标准的皮肤就是阿包的 其实两个人对于这个角色呢 的理解还是相当的OK 那么关键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波动 谁发的好 一开局这边小孩波动权 发的非常到位 直接被对策 反被打了一套 不过现在这点血量的优势呢 在杀翼龙这个角色面前 都不叫优势 好继续波动推 阿包距离控制的很好 但是小孩的对策是 哎呀这个生龙 完了这局赢了呀 一滴思雪也是没有办法 直接中了一个波动权 给小孩刷个六啊 给小孩刷个六 好可以看到力回阶段 小孩这边打的还是比较的灵动 主要是第一灯 波动推的还是很稳 基本上没给到阿包什么太好的机会 继续波动拳 哇这下跳入重伤 瞬间小孩的杀翼龙半血多就没了 但是哎连断失误 连断出现失误了小孩 阿包机会来了 这一局并没有取消 打出很抽搐的伤害 只是靠着波动 再推 因为有可能考虑到自己的血量优势比较大 还在控制距离 最后一战中腿利回 踹死了小孩 小孩充满无血练 兄弟这个不一样 这不打98 也不打14 这打击巴 击巴四 小孩击巴四 你今年看了一年小孩比赛了 你看看过小孩今年打了几次击巴四 没有没有吧 哇 来了 这里边不要聊 我疼啊 凹不凹圣龙 你看我就说凹圣龙 多了少 没有成功 我猜了就凹要凹圣龙了 果然是凹了 这个小孩也判断对了 这个长头的杀翼龙皮肤还是蛮帅气的 对的更加狂烈 对 耍个溜啊 给小孩耍个溜 日本动画鬼眼狂刀看过吗 看过 对吧 里边那个那个主角 确实有点那个味道啊 真的很霸气很帅 对 所以说有可能也会为他这个对局啊 增加一点小buff 好 那么不管怎么样 第一局打的很到位 这波动权 说实话 小孩推的要比阿包 现在看来是好一些 所以说总是能占到一些便宜 左边是小孩啊 左边是小孩 右边是阿包 都是来的广东的选手 这游戏目前广东这边地区的玩家 是最多的 命中以后 哎呀 伤害好高 但是小孩失误 哎 阿包的失误更多 而且更关键 第一灯还是由小孩这边稳健的拿下 下段偷一下 摸到以后 直接打一套连段 伤害很高 后头 继续压制 再来一个前头 小孩要晕了 前中腿想打轮动 哎 这个确认不错 小孩现在仍然是很危险 毕竟血量很低了 来咯 阿包有点不理智 哎呀 小孩出现了一个连段失误了 好吧 这个失误送命了 出现了一点非常不应该的失误 看来都是有点紧张 哎 开局这边阿包非常大胆的前走 下中腿打了一套 所以说有的时候勇敢就是好的 小孩直接果断的还了一套 好 开始进攻 血量这边小孩是有一点微弱的优势 生龙相杀 完全不亏 这个距离现在很快 小孩在左边啊 小孩在左边 摸到谁 哎 这下小孩没有确认 非常可惜 哎 睡一杀来了 睡一杀来了 我操 哇 这个其实更帅 对不对 对 这个我觉得他后背写的这个灭字 真的 后面有个后背有个灭字啊 这个指令是轻拳轻拳 前加轻腿按重拳 就是在 你要在一秒钟之内完成 好 那么这边小孩非常的强势 拿下了两局 阿宝需要加油了 这个力回还是要谨慎一点 哎 SA 好在只被推 这个指令是不需要错招的 是只需要轻拳轻拳 前加轻腿加重拳就可以了 快速啊 有节奏输入就可以了 哇 这一拳一脚有点难啊 不是正摇正摇正摇反摇这种指令 他是轻拳轻拳 前轻腿 再按重拳 继续再晃 阿宝这一波如果能找到机会的话 哪来的BC啊 这个怎么能中 升龙失误 哇 这看着我有点心惊肉跳 漂亮 最后的一手移动头 所以说这种脆皮疾瘦 还是要减少一些失误 要不然死的会真的是非常惨 好 升龙升掉 后头 这一下挑中腿 刚才压的点非常准 哎 下轻拳 打乱动成功 这一套伤害巨高 小孩再次失误 好在阿包这边也是有一点失误 不过这一局基本上已经稳了 血量优势已经非常大了 这小孩能翻盘 我就不信 中断季啊 好的 那么现在扳回来一局 阿包 继续努力啊 我觉得还可以打得更胶着一些 好 现在小孩这边仍然是属于自己的赛点局啊 2比130领先 所以说肯定是更加的不着急 而且心态更稳定 这个碎玻璃有点疼 一根能量不费 半条血没了 都在努力的想把自己的下中腿捅到对手的身上 所以说现在这个对于选手的 可以跳入失误了 哎呀 重伤 跳压制正向命中 可以的 边段 打一套 再压制 好 下了一套直接 哎呀 再次失误 太可惜了 阿包其实这一局已经赢了呀 如果不失误 漂亮做一个ES波动 小孩其实想用UC进行穿播 还是没有反应过来 阿包再次拿下了第一灯 仍然有机会翻盘 真的是很胶着 谁也不敢贸然的出现太多的错误 好 连断 哎 再次木牙失败 虽然说沙亿龙这个角色呢 有点强啊 但是其实木牙精度还是要求度 左边小孩 左边是小孩 简单 左边是小孩 哎 这旋风腿 好在下来以后没有被打一套 哇 这 有想法 阿包现在又是很大 前中腿各种摸 生龙 哇 移动头 漂亮 又想抓头 又想抓头 小孩就被拆头了 现在阿包还在努力的在找机会 你看那个屏幕上 双方同时闪绿光那时拆头了 看到我现在真的是有点紧张 只需要在摸中一脚 阿包就可以获得这一局的胜利 同样小孩也可以翻盘 哇 又是一个摄影师啊 哇 直接带走 哇 真的漂亮 真的漂亮 操作 技术 意识 非常到位 这是打心理战了 打心理战 判定对方要 有点过于 要防御了 要防御了 这招是不可防的啊 没有关系 现在能量上这边阿包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看看能不能找到机会下中腿 命中对手才是关键 兄们 兄弟们给小孩点个赞 给小孩点个赞啊 小孩现在在手握自己的赛点灯之后呢 变得非常的稳健 赛点绝对到小孩 能量也不是很多 所以没必要主动的去出席啊 偷袭 主动的去用自己的 2P是阿包 2P是阿包 也是广东的选手 一位高手啊 他的主力就是龙啊 坐上了 G84时代是用龙 G85时代用的也是龙 基本上血量没有飞太多 所以说都是球稳的一个状态 长头发是小孩 对 你可以理解为长头发这个皮肤的 诶 机会吗 果然 但是距离差了一点点 很可惜被反打了一套 哇 好玄好玄 哎 机会 还差一点能量 再被摸到一下就中伤 红SA 哎呀 这下阿包有点着急 没有去 完喽 小孩获得了胜利 恭喜 还是更加的耐心一点 那么小孩就带领着团队继续往前冲锋 恭喜他们 进去四强了 小孩进去四强了 遗憾 阿包他们队伍就被淘汰了 因为毕竟是一个2v2的比赛嘛 那么接下来 现在呢 基本上第一轮的比赛就已经完整了